哇,原來我這些胃真的漲了很多 我的膠原回來了 整個療程可以保持24個月不停去生膠原 可以進入這個題目看 都應該知道我會說什麼 開中名義,今天會講有關醫美的題目 這件事都是近這一兩年 比較多觀眾DM我問我的問題 看開我的觀眾都應該跟我一起長大 有些地方都應該是想保養一下 但是有關醫美的問題我都是比較少分享的 因為這個題目始終比較敏感 但是我最近打了一款全能型的醫美針劑 特意拍了前後 就可以拿出來給大家做一個對比了 我自己也要先看影片 立刻做一個對比 哇,原來我這些胃真的漲了很多 臉部線條也流暢 還有細紋也淡了 其實我之前最大的問題 就是太陽穴和兩邊臉頰痕 令到拳骨突出 會令到樣子顯露 以及看下去會臭臭 整天都好像掩細臉一樣 還有膠原的流失 令到我兩邊鼻肌底凹痕 令到法令問題很明顯 令到法令問題很明顯 我做這一行的 經常都要拍照 看到照片之後就會很不開心 經常都要P圖 始終25歲 膠原流失得真的很快 況且我們25歲已經很遠了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還要生完BB 生BB膠原流失還要是幾何級數的上 其實是提得見的流失 在打針前也要做功課 市面上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醫美針劑 我今次打的這款 就是我最想要的自己生膠原 它的牌子叫做Julene 它的主要成分是P-L-L-A 即是聚了乳酸 可以刺激皮膚的纖維母細胞 合成一型和三型的膠原蛋白 簡單來說 這兩款都是皮膚很需要的膠原蛋白 而且它的分子結構夠細小 打完針後不需要做按摩 其實我以前也有打過另外一些醫美針劑 它也是生膠原的 但它需要按摩 後5天每一天都要按25分鐘 不然它就很容易會結節 即是起粒粒 那些膠原生得不平均 就會有粒粒粒的問題 但這款就不需要按 它的分子結構還要細小 可以放在皮膚的淺層 用碎光窗的形式去做一個絲打 去改善膚質的問題 加上它是瑞典製造 有歐盟認證 所以我都蠻安心的 OK 做完功課之後 就勇往直前了 跟醫生溝通好 我到底想改善什麼問題 敷麻膏就可以撕打了 由於我敷麻膏 再加上用道管打 所以感覺都不會太大 反而沒有我之前做的一些高能量的儀器那麼痛 而且整個過程都很快 大概1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在想改善輪廓問題這一方面 我自己就覺得針劑是比較適合我的 因為可以局部絲打針對不同的地方 去關上骨膠原 改善整個輪廓的問題 我就打了太陽穴 兩邊臉頰和鼻肌底 除了做Pump Fun 障 改善皮膚深層的問題之外 我還做了全面用水光槍的形式去撕打 減淡我比較在意的額頭細紋 還有毛孔粗底問題 連淺層肌膚的問題都可以做到一個改善 我打的時候就連眼部這些位置都有打到 最明顯的就是眼紋可以改善 還有額頭的紋都可以改善 一次就用水光槍的形式打 兩次就用導管的形式去打 就有現在這個效果 尤其是太陽穴和鼻肌底就最明顯了 我想大家最想知道 到底要打多少次多久才見效 以及可以保持多久 一般就是三次唯一療程 大概兩至四個星期就會見效 打完第一個療程之後的一個月 就可以回到醫生給醫生看看 再按情況打第二次 再過一個月 看看膠原生了什麼情況之後 又再回到醫生看看可以怎樣觸碰 整個療程就可以保持24個月不停去生膠原 不同的針劑都適合不同的需求 而這款全能型的醫美針劑 就適合想改善輪廓和膠原流失的朋友 例如發力紋 木偶紋 太陽穴粒痕 臉盒粒痕 有淚溝 或者想打翻蘋果肌 都沒問題 還可以改善皮肉分離 毛孔粗大 以及細紋的問題 非常全能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我的臉 其實是改善了多少 太陽穴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凹 就是拳骨現在沒有那麼大 鼻肌底這邊 都漲很多 還有眼紋這些位置 還有額頭的細紋都淡很多 看上去整個面部線條就流暢了 樣子就有漲很多了 我這次分享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針劑 因為摸上去不會硬刮刮 不會膠面 也是很自然 樣子是年輕了幾年 我的膠原回來了 最後也想提提大家 所有的醫美項目都要考慮到自身的需要 那就不要盲目追求完美 希望我這次這條片都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不要那麼快走 記得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連結我已經在下面info box 有空留言跟我聊聊天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